嗯 嗯 干嘛 感觉心里不舒服啊 我怎么知道你 感觉心里很压抑 有什么好压抑的 被领导说了是吗 不是 那什么 那怎么压抑 那个不是 不是现在跟你谈的恋爱吗 然后呢 然后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美婆 打电话过来 跟我说 问我跟你的那个进展 发生了如何了 我就跟他说了一下我们的事情 然后他说 哎呀你们的进展太慢了 你们到底要等我啥时候 才能那个 这还慢啊 很慢 那你要怎么样才才行吗 这还叫慢 你说我们 谈了多久了 现在先不要说谈 只能说 以朋友来相处 啊相处了多少了 多久了 我怎么知道 我对这些我也不急 反正 再说了 又不是说天天相处 谁会一天二小时 没事有事 待在一起 不用做事 真的是 那你媒婆说急 那你你跟他算了呗 你叫他介绍一个快的给你啊 他说我们一点进展都没有 手都没牵过 那你叫他介绍一个进展快的给你 没有 没有 我就说你可以叫他介绍一个进展 没有 那就叫他介绍快的给你啊 没有 没有只有你啊 没有你不要在我这里抱怨 不是我抱怨 不是你抱怨是谁在抱怨 是 人 没人家媒婆在吹你 然后 你是他儿子吗 他在吹你 啊 刚才跟小红 谈了一下 我跟他的事情 我想问 我当时就问了一下他 感觉他 也不知道他心情好像 对我 很不满一样的 每说一句话都是带着炸药 带着火药味 反正我每跟他说一句话 他都 让我 没法没办法回答 能在一起就在一起 反正 不能在一起呢 就趁早生态 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 我的忍耐是也是有限度的 比如说谈恋爱在一起吧 谈恋爱就好好谈嘛 没有必要说 搞得像仇人一样 比陌生人还陌生那种 是不是 人家陌生人 至少是跟你说话的时候 温温柔柔的 你这个跟我一说话 妈的像什么一样 带着脾气跟我说话了吗 什么态度嘛 就是说今天晚上呢 其实我一点心情都没有 想起这些事情就很 就很烦 郁闷 我想把我该付出的东西 我付出了 不该付出了 我不会再付出 反正怎么说呢 反正怎么说呢 一切都随缘吧 他如果有更合适的 那就让他找更合适的去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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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